那下一波呢就是关于治证和认证 那治证和认证是我们证据这部分最难的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先来看治证 什么是治证 其实刚才讲举这几个例子的时候 大家已经有这种感受 治证呢是当事人在法庭的主持下 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 对证据的证明力的有误 以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质疑 说明和辩驳的过程 那有的学生说老师啊 你这个治证 我怎么觉得跟前边的证据交换 他俩是一样的意思呢 其实他俩最终的目的真的是一样的 只是阶段不同 那证据交换呢 一般法院主持的时候 都是由书记员 或者最多是助理法官 他进行停前的一个组织 而治证 这里是在正式庭审过程当中 法官尤其是这个庭审的 比如说是陪审 有这整个这个审判长 审判员 甚至有的案件 还有陪审员 那这里是由审判长来主导 治证的过程 好 那么这是治证 下面对于治证呢 我们要把握三大原则 这三大原则呢 是适用于所有八大证据种类的 是个通用的三大原则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要进行这个证据的 这个庭审出事 来看啊 是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事 由当事人进行制证 你说你这个证据 能证明你的这个诉讼主张 我就偏要去驳回你的证据 互相制证的过程 所以在法庭上出事 这是第一大原则 那第二大原则呢 是对涉及到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的话 是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事的 那你只能是什么 在不公开开庭时出事 尤其是对于国家秘密的话 是绝对不得公开的 那么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呢 如果当事人主动申请的话 好 那法庭也同意允许了 好 这个时候可以公开 这是相对不得公开 而国家秘密是绝对不得公开的 所以呢 第二个原则是关于什么 是关于保密的要求 要做到 那第三个呢 是未经执政的证据 不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就法院呢 他不能直接 我就出一个判决书 说这个甲方 或者这个我们回到 这个庭审过程当中 是这个原告方和被告方 法官不能直接出一个判决书 来直接认定原告方 或被告方的某一个证据 是否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而是必须要有一个庭审执政的过程 有一个互相公开的 辩驳的 辩论的过程 好 这是第三个原则 那就是未经执政 不得认证 好 这是针对于所有的 关于证据的种类啊 那下面我们再翻头来去 针对不同的证据种类 他在执政的时候 又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呢 先来看书证和物证 书证和物证呢 遵循的原则就是应当出示 原件或原物的原则 其实在前面讲 证据种类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 对吧 那么如果特殊情况下 经法庭准许 或者是能够存在 证据证明 这个复印件复制品 跟原件 原物是保持一致 能够核对得了的话 那么也好啊 也可以提交复印件或复制品 一般的原则性呢 就是应当提交原件或原物 这是对于书证和物证的制证要求 那下面呢 还有就是关于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呢 有这么四个细节的要求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证人 他必须出庭作证 那如果特殊情形下 确有不便 比如说我证隔离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经法庭准许 那你可以不出庭作证 但但凡是不出庭作证的 必须经法庭准许才可以 好 那么在作证的过程当中呢 要接受法官的质询 那么当事人经法官准许之后 当事人申请 经法官准许之后 当事人也可以去询问证人 好 第三个呢 就是证人 他在进行这个作证的过程当中 不能旁听案件的审理 哪一个环节在前端的 那么在这个基本的案件 事实调查环节 没到举证环节呢 那么这时候这个证人 他不能够入庭审现场 需要你的时候 好 进行传唤 现场带过来啊 问完了 然后出去带出去 所以呢 不能够提前来 也不能够继续留下去 旁听案件的审理 同时证人之间 也不得同时在场 防止证人之间呢 进行串供 那么如果有特殊情况下的话 可以把 比如说几个证人 同时叫过来 来进行互相的对质 这是特殊情况下 法庭来安排 一般情况下呢 是不允许多个证人 同时在庭审现场的 好 这是对于证人证言的 细节要求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鉴定意见吧 鉴定意见的证人要求 那鉴定意见的 这个执政的要求呢 首先第一个 鉴定人员也要出庭作证 然后接受法庭 这个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 他的一个询问 当事人申请 法庭准许之后呢 当事人 以及诉讼代理人 也可以去询问 鉴定人员 那么如果鉴定人员 拒不出庭的 那是不能够认证的 有很多鉴定机构 那我只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我赚了这份钱了 等到真正要 庭审现场 让你去的时候 你不去了 那不行 好 那这样的鉴定 出来的鉴定结论 鉴定报告的话 是不予以认证的 那下面呢 还有就是对于 看言笔录 看言笔录也同样如此 看言人员 也应当接受询问 并且呢 法庭可以对 看言人员进行对质 好 这就是关于 制证的一些细节要求 我们掌握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 就是关于认证了 制证呢 是由法庭 在庭审过程当中 他来进行组织 双方当事人 就证据本身 进行一个辩驳的过程 那认证 这个就跟当事人 没有关系了 这是什么 纯属在庭审过程当中 法官他的一个判断 所以认证呢 是对证据的审核认定 是指法院 对经过制证 或当事人 在证据交换 前面证据交换嘛 然后紧接着是制证嘛 他们俩的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 那么法院 对经过制证 或在证据交换过程当中 所认可的 各种证据材料 做出的审查 判断 确认其能否作为 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如果认证了 好 那谁举的这个证据 那法院做出判决的时候 就会倾向于 这一方主体 他的诉讼主张 对吧 因为你提供的证据 法院允许了呀 这就是认证 好 下面呢 有这么几种情形啊 叫做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下面有五条 这五条 不着急看啊 我们先来去分析一下 这个标题本身 什么叫做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啊 那也就是说当事人他去提交了这个证据之后 这证据最终的走向 其实有三个结果 要么是法庭最终认证了 同意了 接受你的证据了 好 那这个证据最后能够支撑当事人的诉讼主张 这是一个肯定的结果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个否定的结果 你的证据被驳回了 法院没有认证 还有第三种啊 中间地带 我画个对号 然后点一个X 这是什么 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我们说整个证据呢 其实他为了反映案件的事实 但有的案件比较复杂 他不可能完全只有一个或者某一个证据片段 就能够映射出完整的案件事实 他需要多个证据 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最终一并认证 比如说啊 说某些学员说王立学老师打他了 好 你也确实提供了一个王立学老师打人的一个证据 但怎么能够证明我当时打的那个人就是这位学员呢 当时视频当中那个 比如说试听资料吧 试听资料当中我打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的衣服 好 那一天你是不是也能够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你那一天也穿着蓝色的衣服啊 你要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某一个片段不能够反映全貌 一页账目那不能够建森林 所以呢 第三种情形呢就是你提供的这个呀 你也的确是证据 它也确实具有真实性 关联性 确实有具有合法性 但是呢 它不能够直接推导出这个案件真实事实的那个结论来 所以需要多个证据来辅助 因此有这么一个词叫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你是证据 你也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但是呢 你得有别的来作为支撑 所以不能单独 我们也叫相对不能 就画一个对号打一个X 所以最后当时 他们提供的证据有这么三个结果 要么被认证了 要么不被认证 要么呢 是我相对不被认证 好 如果有别的证据支撑来辅助你 那你就被认证了 如果没有 那你就不被认证 所以它也是一个待定的状态 然后 所以下面需要我们重点掌握的是证据 不能单独认证的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号 然后画一个点 画一个X 那具体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这么五条 其中第一条是当事人陈述 前面我们讲过 当事人陈述是八大证据种类当中 证明力度最弱的 其实这里面所表达的指的是什么 我在后面加了两个字叫只有 那就意味着只有当事人陈述 没有其他证据辅助 也没有对方当事人予认可的情况下 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 是相对不能 所以你看我后面这两字 很重要是只有当事人陈述的 好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无迷失行为能力人 或者是限制迷失行为能力人 所做的一些年龄智力 或者精神健康状况 不相当的正言 所以在这关键词啊 是无人或限人做出的不相当的正言 是不是觉得有印象 前面讲过 前面说的是什么 是相当的正言 那我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 但是呢 不相当的正言 我就不能单独作为证据来使用 如果有别的辅助的话 那可以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是个灰色地带 带定的状态 这是第二条细节 第三条细节呢 是与一方当事人 或其代理人有厉害关系的证人 所做的陈述 它的证人证言 所以有厉害关系的 那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亲属 直系血清之间互相作证的话 那么它是证据 从客观的角度来 它是证据 但是呢 它不能够单独认证 有其他的辅助才可以 好 这就是厉害关系的人 证人证言 下面第四个是 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视听资料前面讲过 对吧 考试的时候经常考到的是 关于偷录音或偷录像的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的来源 只要不违反法律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话 法院一般都予以认可 但最后 如果存在一些 违法犯罪情形的话 那么不予认可 最后决定这个事的 能否予认可的是 法官本身 他来说了算 但是呢 对视听资料本身 如果存有疑点的话 我们就直接立法在 这个证据规定当中 如果说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有个学员说 王立学老师打了他了 于是你提供了一个视听资料 那个视听资料当中 王立学老师说了两个小遍 王立学老师从来都没有 说过两个小遍 因此法官说 你这个视听资料存有疑点 你得回去看一下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王立学 所以这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这个疑不疑 不许用我们当事人 我们的主观判断 是谁认为存有疑点呢 是审判长 审判员 他们认为 法官认为 第五个 无法原件原物核对的 复印件复制品 如果你不提供原件 提供复印件复制品 法院准许了 或者能够跟原件原物核对的 那没问题 但如果你不能核对的话 那好 那是不能够单独认证的 所以这五条细节一定要掌握 关键词 看我后面 绿色字体的部分的关键词 只有当身陈述 无人献人 厉害关系人 存有一点视听资料 无法核对的 这五条细节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今年教材新修订的 这个内容 那么在这 我重点强调这么一个 有一句话 大家一定要这个留意 那就是 无政党理由 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无政党理由 未出庭的作证人证言 在证据规定出台以前的很多年 他都是相对不能 就是不能单独认证的 但是我们现在依据最新的规范 无政党理由 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 这句话 这个结论是没有问题的啊 你看 这说的是不能作为 有没有说不能单独作为啊 没说 所以 无政党理由 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他属于什么 那这个出庭的这个证人证言 他的走向是差了 对吧 是这个了 是吧 而不是相对不能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原来 尤其是我们原来这个 曾经考过 一件二件 法规的学员 有过一些基础知识 反而容易把原来的旧的内容 带入到今年的新的这个教材当中啊 要注意 要依据最新的规定 有这么细节 五个方面 好 那这个部分是绝对不能啊 而不是相对不能 好 那智证和认证 我们也讲完了啊 下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整个证据呢 讲到八大证据种类啊 八大证据种类呢 不用大家这个背啊 理解就可以了啊 赌物思人 沉 江 看 不是刚过完端午节吗 赌物思人 沉江 看区 这是我之前编的这么一个 算是一个记忆联想词啊 读物思人沉江 看区 他这个通的是什么 书 物 是 人 沉 见 勘 据啊 也就是说 对应的是八大证据种类 书 书证 物 物证 事 试听资料 人 证人证言 沉当身 沉述 见 见地意见 勘 勘 看言笔录 据电子数据啊 读物思人 沉江 看区啊 通的是 书 事人 沉见 看区 理解就可以 这不用背啊 这八大证据种类 考试的时候 不会让你去选的 这很简单 好 这是证据种类 我们学过了 然后呢 对于证据的收集调查 保全 举证期限 证据交换 就通过那个时间轴 刚才进行讲解的 理解这个就可以了 重点啊 就是制证和认证 这两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认证当中呢 对于第三个方面啊 第三个方面不能单独认证的 要掌握这五个细节 然后制证这一部分呢 是每一个不同的证据种类 它的细节要求 以及呢 关于制证的三大通用性的原则 这三大通用性的原则 要在法庭上出示证据 你不能你私下 你出示叫制证 对吧 然后保密 未经制证 不得认证 好 理解这个思路就可以了 证据这一部分 其实学起来 还是挺灵活的啊 考试的时候呢 出题也基本上 都是一种以安利一提的形式 那就说给你在题杆当中 讲一个小故事 简单三言两语 概括一个小安利背景 然后呢 让我们来通过这几个选项 判断出符合提议的答案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证据种类 这样的题目啊 下列证据当中属于书证的有 A选项 录音录像资料 这是最典型的视听资料 对吧 它是证据 但它不是书证 而是视听资料 B第二个 建筑材料样品是什么 是物证 A选项视听资料 B呢是物证 C呢 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都有鉴定俩子 就怕你想不起来 对吧 告诉你了 这是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 第四个 施工合同 合同基本上都是书证 所以本题答案是第四个 问的是书证的事 下面再来一道题 关于迷失诉讼中书证的有 法律条文 司法解释 施工规范 ABD 这三个选项 都是什么 都是制度规范 这规范本身跟案件事实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别说它是不是书证 首先ABD 它一二根就不是证据 对不对 证据是什么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发生的事实的根据和依据 对吧 你ABD跟案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它不能够作为证据 更何谈是具体哪一种证据了 所以这题更简单一些 然后C选项 施工合同 复印件或者原件 这都属于什么 书证 本题答案选择C选项 往下再看下一个 这个也是问证据种类 在一起刚才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中 作为买方的施工单位 将刚才厂商在互联网发布的价目表下载 并打印 并在法庭上出示 作为证据出示 则该证据种类属于什么 看关键点什么 打印下来的那就是A4纸啊 所以纸质版的它叫书证 对吧 如果这题我改一改 我就直接说 把这个互联网上发布的价目表下载 并保存到U盘里 保存到网盘 或者其他的光盘等介质当中 然后提交给法院 这叫什么 有电子介质 有电子载体 那这就不是书证 而是电子数据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说不是互联网发布的价目表 而是互联网上发布的一个视频 或者录音录像资料呢 那就是C选项 试听资料了 对吧 好 这题你看 它其实还很有意思啊 变换形式会非常的多样 就这么几个字 并打印 有这并打印 这几个字的话 就证明是书证 所以本题选A 好 这题过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证据种类啊 A选项 在迷失诉讼中书证可以只提交复印件 可以只提交复印件 我们说大的原则是应当提交原件或原物啊 书证是原件物证是原物 对吧 只提交复印件 这么说吧 要有个前提条件什么啊 要么呢 是法庭准许 对吧 要么呢 是说 这个复印件和复制品能够跟原件或原物核对无误的 对吧 能够证明 有这样的证明 核对无误的 那是可以的 所以A选项的说话只说了一半 如果只提交复印件复制品的话 你必须要把你前提条件完整的表达出来 A错了 B呢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处定作证 没问题 非常标准的证人证言的说法 所以B肯定是正确的 再来看C 未经对方当事同意私自录制的 也就是透露的 对吧 谈话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不一定 能不能使用法院说了算 当然在你私自录制的过程当中 如果存在违反这个财产性 违反人身性的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话 好 那这个时候存在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 那么法官是予以认定 如果存在了其他犯罪行为 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话 对方可以提起另外一个诉讼 但是对作为这个证据本身 能不能够认证 法官说了算 只有是什么 只有是存有一点的视听资料 一点的视听资料 或电子证据的时候 才是不能单独认证的 好 C选项错了 第四个 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意义 鉴定人员可以顺便答复 而不必出庭作证 错 应当出庭作证 应当出庭作证 刚才不是讲了吗 现在我们把鉴定意见 鉴定结论实际上做了很大程度的放宽 是为了缓解一些司法和行政的压力 所以当事呢 可以经过协商之后 自行委托鉴定机构 好 那既然自行委托了很多时候呢 鉴定机构呢 它就变得市场化了 我出鉴定报告 然后给你拿你的钱 对吧 你法院出庭的时候 我就不去了 那不行啊 你必须应当出庭作证 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询问 好 所以第四个错了 那正确的是 正确的是 第二个 好 这题过了 我们再来看 下一道题 在施工合同纠纷的诉讼中 能作为证据的有 A选项 法律规定 刚刚说过了 它压根就不是证据 对吧 第二 当身陈述能作为证据 第三个 透露的 这个谈话录音 能够作为证据 你能够作为证据 本身它属于什么 C是试听资料 最后法院认不认证 那是下一个阶段的问题 工程设计图指什么 是书证 当身陈述 然后试听资料 书证 第四个呢 报告 就是鉴定结论 对吧 所以除了A 不能够作为证据之外 另外四个 都是作为证据的 这是18年的二件真题 好 这是证据种类 我们就反反复复地 做了几道题目 变换也比较灵活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证据应用过程当中 举证实现的题目 来看啊 人民法院确定 举证实现 当身提供新的证据的 第二审案件 不得少于多少天呢 不得少于十天 对吧 那这是19年的二件真题 二件在这里的考察 评测反而比较高 一会儿我们再举几道 一件的题目 二件的 这个二审的是 不得少于十天的 好 现在呢 我结合今年 我们教材修店的内容 我改一改题 我说什么呢 我说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 一审案件 一审案件不得少于 那就不是十天了 那就选B15天了 对吧 好 我接着改 我继续说 当事人提供证据 在检疫程序当中 当事人提供证据的实现 不得少于 不得多于 多少天 不得多于15天 有X小于等于15天 我就把这少于改于多于 对吧 好 我接着继续改 我说 人民法院确定 举证实现 针对什么呢 针对于小额诉讼案件 那么当事人 举证实现 不得多于7天 X小于等于7天 这都是我们今年教材 新修订的内容 大家要注意啊 好 就把这个题目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几个 形式的变换啊 学一道题 相当于其实上 做了三四道题 下面再来一道 是关于举证实现的说法中 错误的事 这是我改编的一道题目啊 来看 A请向 举证实现是指 法律规定 或法院仲裁机构 指定的当事 能够有效举证的期限 没问题 B呢 当事人 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 人民法院审理 是应组织制证 法院采不采纳 不一定要视情况而定 如果采纳了 好 那下一步是组织制证 如果不采纳的话 直接驳回了 对吧 好 这是B 错了 C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证据的 是为放弃举证权利 没错 第四个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 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 错误的是 就选B了 对吧 另外几个都是 这个理论都是很简单的 最基本的原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下一个 关于举证期限 这是一件的真题了 人民法院可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确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 还记得那时间轴吗 什么时候确定啊 是人民法院立案后 在案件审理前的准备阶段 确定举证实现 对吧 你到底是15天呢 还是16天 还是18天呢 对吧 如果已经进入案件审理了 说明前期已经举证完了 已经完成证据交换 都正式开庭了 然后才能是案件审理的过程中 对吧 时间段靠后了 所以一定是在准备阶段啊 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来确定 举证实现 A形象完全错误 B 人民法院确定举证实现 第一审普通程序案件 不得少于15天啊 二审如果有新的证据的话 是不得少于10天的 B 选项 把一审和二审给弄混了啊 C 举证期限 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法院准许 没问题 第四个 当事人逾期提供证 因为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前面都讲过了 是应当采纳也好 或不予采纳也好 都不能说这种绝对性的说法 最终采不采纳叫人民法院 视情况而定 看情况吧 再说吧 所以不能是说特别绝对的话 要说活话 好 那么正确的就是C选项 好 这题过了 这是举证实现的两道题目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智证的题目 关于迷失诉讼证人出庭作证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是专门针对证人证言的执政 对吧 A选项 证人只提交书面证词 无需出庭作证 错 应当有义务出庭作证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当事人 或者单位组织 都应当有义务出庭作证 第二个 刚说完 B是正确的 C 在庭审时应当旁庭 不是应当 也不是可以 是什么 是不得旁庭 第四个 数个证人证明同一事实时 可以同时接受询问 不可以 防止证人之间串供 有特殊情况下 法院根据需要 可以来组织证人进行对质 好 那么这是 D选项 错了 那么正确的有 B 是正确答案 这是关于智证的题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关于证据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书证只能提交原件 一般情况下 书证应当提交原件 物证应当提交原物 但有两个特殊情况 第一是法庭准许了 第二是有证据能够证明 复印件跟原件是核对无误的 能够证明就行 好 那这个时候就把这个 只能两个字就 就说的太绝对了 就错了 对吧 B呢 设计商业秘密的证据 需要在法庭上出事的 应当在公开开庭时出事 不行啊 注意保密 国家秘密是绝对不得公开的 是不在不公开开庭时才能出事 而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是相对不得公开的 一般 那不公开开庭 但是如果当事人说 我就想 我就想把这个 我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我公示出来 那可以 法庭如果也同意了的话 好 那可以在公开开庭时出事 好 所以呢 如果没有当事人特殊申请的话 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是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事的 B选项 错误 C学问证人士 其他证人可以在场 不可以防止穿工 第四个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事 并由当事人互相执政 没问题 那么本题正确的就是 D选项 这是关于执政的题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看认证的题目 认证题目呢 这是我们结合今年的 教材修订的这一部分 新编的一道题 大家看一下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 依据的有 A选项 当身陈述 刚刚说了 是不能单独认证的 对吧 B 第二个 无人或现人所做的 以及年龄智力状况 相当的正言 可以作证 也可以认证的 对吧 是不相当的正言 才是不能够单独认证的 对吧 是 所以反了 在这啊 我这个应该是这样 我A选项呢 我用 我用对号加个X来代替吧 还记不记得 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认证的三个结果 对吧 三个结果 要么是 就直接认可了 就认证 要么呢 是彻底否定了 就是不认证 对吧 要么呢 是中间地带 就是不能单独认证 对吧 我就用这三个符号来代替吧 问的是什么 是不能单独认证 问的是这第三种情形 好 那我就A选项 我就用这个来代替啊 这个符号 然后B呢 是相当的正言 那他就是能够认证的 是第一种情形 对吧 C呢 无正当理由 为出庭作证的 证人证言 是不能够被认证的 是其中的第二种情形 对吧 与一方当时 获其代理由 厉害关系的证人证言 所以他也是相对不能 第五个 存有一点的试听资料 一点试听 相对不能 所以选什么 选对号代叉的 那就是145 是本题的正确答案 如果啊 如果我把单独两个字 题杆当中的单独两个字删掉 就直接说下列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 那就选X的 对吧 那本题就是选C了 好 那么这道题我们就过了 ADE是本题的正确答案 好 接下来再看一道题 下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中 可以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有 这个是什么 可以单独的 那这道题问的就是什么 是认证当中的第一个结果 就可以选择对号的了 对吧 A选项 与一方当时获其代理由 厉害关系的证人出具证言 是什么 它是not given 所以是不能单独认证的 B 第二个 与原件 书证原件核对无物的复印件 是可以认证的 C 无法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 是不得认证的 第四个 有其他证据佐证 必以合法手段取得的 无疑点的试听资料 可以认证 第五个 无正当理由为出庭作证的 证人之言的是不得认证的 对吧 问的是什么 问的是可以单独认证的 那选对号的吧 选B和D 是吧 我把这题材再改一改 说我把可以两个字改成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有 那你就要选对号代差的 对吧 可以单独把它改成不能单独 我压根就把这四个字都改了 我说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有 那就选 那就选C和E了吧 带叉的是不是 你看 把这个题目给做活 考试的时候一定要看题杆怎么问的 好 到这为止呢 我们就把8023关于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的理论和习地就讲过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证据制度的基本理论 那么八大证据种类 还有呢 是关于证据的取证和保全 以及证据的应用 证据的应用呢 举证实现 证据交换 制证和认证 这是一个整体的理论框架 对那题目呢 我们做了一些演练 所以证据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活学活用 不要死记硬背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8024